红夫人已经上线了 没有抽到精疲的小伙伴们 终于可以体验一下了 但是呢 有几个小问题 你知道吗 天官是啥 我是你的 欢迎来到地位人格 我是姆大纳哥 最近呢 红夫人事案之后呢 有小伙伴问了我几个关于红夫人的问题呀 都是什么问题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问题一 红夫人的镜像 靠近穹指 回头 会有心跳吗 试了一下呢 并没有心跳 所以呢 遇到红夫人 要小心了呀 问题二 宙师和仙知 能通过红夫人的镜像 积攒技能吗 看实战 首先呢 是宙师呢 并不能积攒猴头 然后呢 仙知啊 也不能通过镜像 西鸟 这么神奇吗 问题三 前锋的球 能撞到红夫人的镜像吗 看一下实战呀 嗯 我们看到呀 前锋呢 是直接穿过镜像的 所以呢 并不能撞到镜像呀 最后呢 就是空军的枪呀 也不能打到镜像 话说 就算能打到 也没有人这么做吧 还有呢 那就与小伙伴说啊 有名的电池 如果撞到镜像 本体会受伤害吗 嗯 好像也没有任何的影响呀 而且呢 从红夫人的特质中呢 我们就能看到呢 镜像 无视碰撞 所以呢 整理看了呢 红夫人的镜像 可以攻击穷者 穷者呢 并不能对他造成任何的影响 突然间感觉有点亏哦 好了 小伙伴们 你们实战遇到红夫人了吗 有没有什么对抗 红夫人的小技巧呢 感谢关注点赞 评论和大家收藏 我们下视频见了 拜拜